啪啪 啪啪 好亂啊 Clearly, it is much better Al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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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後來我拍的 意想系列 大家好、我是屯忍鎊 多謝你來看看嘛 好 從這一刻開始 我要講國語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我要意想的是 就是台灣的小吃 好 其實就是兩款 兩款還有 這一集廢話特別多 而且用一些很爛的國語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可以在洗手間吃飯 或者睡不著的時候慢慢看 是這樣的 因為這一年大家都不能出國 然後我最最最想念的地方就是台灣 我想大家想念的台灣小吃 可能都是什麼大腸包小腸啊 我突然想不起來了 總之我今天要試吃的這個食物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特別的 今天這個食物是我去台灣那麼多吃 我看到我就是一點都不想吃 一點都不想買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就是這一年我不能去台灣以後 我想念的食物居然是他 我就是覺得我平常就是有機會吃他 我也沒有就是把握那個 把握那個機會 然後呢現在我去不了台灣了 我就覺得遺憾了 不過實在是太好了 就是我們這個科技的發達 就是科技發達 就是科技發達 令到我們呢 新在香港都可以吃到台灣的美食 所以呢 當我看到可以訂的時候 我就馬上把它訂了回來 那其實呢 我還買了這麼一大袋的食物 但是呢 我就覺得 我真的不想 一試過就是把它吃完 這個是我媽媽最愛吃的肉粽 還有這個是我最愛吃的胡椒餅 還有就是這個我沒有吃過的 可是這個我通通都不吃不好意思啊 因為我就是不想吃太多了 吃太多就是對身體不好了 然後就會有人說 哎呀 團長 你不是感人肥的嗎 為什麼你吃這麼多東西的 Anyway 所以今天我就配合大家 我不吃那麼多呢 好那今天我要吃的就是兩款的食物 第一個就是 看清楚咧 還沒看清楚咧 還沒看清楚咧 對 我今天吃的就是 三塊肉丸 就是 我們經常聽到的那個 罵 罵 台灣 台語 罵 對 到底它這個樣子 其實它裡面是什麼 外面是什麼呢 我不知道 有請 它來解說 肉圓是一種台灣的特色街頭小吃 肉圓外皮是以地瓜粉 太白粉 或再來米粉 樹熟粉等材料做成的慢透明皮 其內餡以豬肉和豬絞肉為主 我不多說了 看資訊欄吧 嗯 想解的非常好 好 那今天我除了要吃這個肉丸以後呢 我還買了這個 成家麻糬 成家麻糬 有沒有focus到 沒有嗎 算了 算了 就是這兩款 一個就是 那個 那個 奇魚酥 奇魚酥 海草味的 就是鹹的 然後就是有一個是 芋頭 芋 芋頭 就是甜的 這個就是我的飯後甜餅 好 今天呢 我還下重版了 因為我覺得我吃這種台灣的食物 我怎麼能少了這個台灣的飲料呢 所以我就特地去買了這個條丸 條丸 台灣的特調 講了5分鐘還未開始試菜 臀腸快點好嗎 你們有沒有覺得我講國語好像另外一個人 好 那廢話不多說了 冷掉了都 哎呀 真的冷掉了 好 我聽說這個汁 我們有兩款 兩款 兩款汁 兩款汁 一款好像是辣辣的 一款是甜甜的 你覺得很搞笑吧 我沒有說錯 這個是甜甜的 這個是辣辣的 好 那我們先把這個辣辣的 倒進去 哇 哇 哇哇哇哇哇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甜甜的 倒進去 差一點都沒了 那麼小一包 哇 我想說 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台湾看到那个样子 都一点都不想吃 一点都不想吃好吗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想念他们 我就是觉得很遗憾我没有吃过 然后我这一年都没有机会去台湾了 好你看是不是很丑 好拍个封面架 好对就是封面架就是这样拍起来的 好再来一张 非常好 就是一坨 一坨不知道什么样子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拍了 对就是这么一坨一坨 外面的应该是去面粉吧 什么地瓜粉好像 好那我不想吃冷的 说我现在废话不多说 我要先吃了 来呗 那我要试吃了 废话不多说了 都讲那么多废话了 我今天穿白色衣服我怕弄脏 所以要吃小心一点 好我们看起来 哇很辣 很辣 很辣 原来就是这个味道 就是这个味道 它的外皮就像我们平常吃了一款食物 透明的也是这样绵绵绵绵的 大家要想到吗 对就是粉果啦 粉果 它的外皮就像粉果一样 不过我觉得 好像粉果的外皮比较 阴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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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没有我们香港吃那种粉果的那种阴暗阴暗的感觉 不过我觉得 他的 不过我觉得他的 是很好吃 我觉得很好吃 我一吃下去的时候我觉得有点辣 可是 吃一吃吃吃吃 吃吃吃的不错 他就是 哎呀怎么说 其实有点像就是你看到他是什么样子 你就能联想他是什么味道的吃 可是这都是他那种辣辣的感觉 我觉得蛮好吃的 好 试一下他的 馅 馅 他的馅呢就是猪肉的馅 然后我觉得他很有那种古早味 虽然我不知道古早味是什么 可是 就是他经常说古早味古早味 然后就是那种味就是很有台湾那种家乡的感觉 我觉得因为他那个猪肉啊放了很多五香粉 然后还有那个胡椒粉 所以他的味道是很重口味 然后很浓的 的味道 就是 我不知道是因为他的汁有点辣还是什么 就是 就是感觉也是辣辣的 不过 就是他是 我觉得他是比较 瘦的猪肉 我有看过晚上的资料 他是 是用那种猪梅肉就是有瘦有胖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吃下去就有点就 比较像是猪肉的口感 诶 就是比较像是瘦肉的口感吧 没有说很很肥猪肉 我觉得是不错 因为太太肥 他这个吃下去就太腻了 然后另外呢 他还有一些损失 可是我现在已经冰成一坨了 我就这样吃吧 嗯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损掌 我觉得我一定要跟你们说那个汁 是什么汁 不能说什么 看样子是那个汁就是那个汁 我要跟大家说他是什么汁 好不好 啊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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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对对对对对 它有很多料哦 那个汁 它那个汁主要就是味噌 番茄醬 糖 然后什么粉 什么粉 然后有辣椒粉 有醬油 对 就是这个味道 甜甜的酸酸 诶 这里怎么说 他说 他说那个红色的那个是辣的 啊 对对对 他还有很重的蒜泥 蒜头的味道 还不错呢 好 我觉得这个呢 我下次去台湾的时候我一定会吃 你们有看过台湾的就是一个很大的蒸笼 然后蒸出来就是热热的一坨一坨的 然后我觉得很恶心 可是我现在吃我觉得哎 还蛮好吃的 重点是 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从香港买就是从台湾运过来 你知道这两颗要多少钱吗 你知道吗 两颗要62块呢好不好 所以就我想在台湾应该可能60台币不用吧 香港只是要用60港币就是台币就是240 240 好那现在我要吃吃这个了 成家麻吉麻吉 其实这个呢 我在台湾也没有吃过 麻吉有吃过啦 可是就是没有吃过咸的 这个是咸的我觉得有点搞笑 好 它就是这个 哇 它是 喂 它是不是没了 发霉了 因为我 其实我就是定了好一阵子了 可是 可是我就 我大概倒货了两个月我才拿 所以它 有点恶心呢 哎呀 不管了不管了 是不是发霉看里面就知道了 好 我现在吃的好不好 其实是怪我没有看清楚了 原来它里面就是好像肉松的 然后它外皮呢 我本来是想说它应该是那种QQ的 好像我们香港吃的那个 然后吃黏黏的好像糯米池那种 可是它不是 它就是像我们香港吃的真的那种QQ球 鸡翅煲啊 巧克力麻糬煲啊 哦对 这个就叫麻糬嘛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感觉 第一次吃这种感觉可是 我觉得它做那个其实说是很香啊 可是感觉有点怪 因为觉得这种应该是吃甜的 哦 海草奇鱼酥 在外面外面 外面那些是海草做的皮啦 里面就是奇鱼酥 好 接着来就试买这个的 芋头味了 我觉得芋头味 我觉得这个芋头味应该不错 另外就是甜品嘛 哎 这个很不错哦 这个是 这样白白的 白白的 有没有 不要再focus我了 focus它了 很烦的这个相机 从来不会focus我的食物 然后我经常那个食物都是模糊的 我用这里拍给你们看 试一下试一下 这个好吃 嗯 很好吃呢 哦 它怎么会那么好吃呢 它的外皮呢就像我们平常吃的那种 嗯 然后它是比较厚的 这是有点像就是我们吃的那个汤圆 通芸啊 然后 有点就是一咬下去都有一种凉凉的 然后它的芋泥就是就是这样一坨真的一坨 芋泥哦 你看到没有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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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实在的一坨芋泥 嗯 嗯 不过讲真的啦 我觉得如果 是 嗯 会做 会做菜的人 应该可以自己做到这个皮 我觉得应该不难做 好 哇 我只是吃了三款食物 我已经饱了这个样子 你觉得我怎么还能吃其他的 所以 有时候我就说我不喜欢拍 那种开箱的影片 因为我觉得太浪费食物了 好像我拍那次 Beyhouse 你们有没有看过Beyhouse 香港很很出名 就是在湾仔那个很出名的面包店 哇 那一次真的是我觉得 我吃那一次我已经怕了 我觉得 我那次买了300多块的面包 然后 其实我已经是每一份已经吃一点点吃一点点 所以啊 我有时候我觉得开箱食物是有点浪费了 嗯 然后我还有拍就是那种一整天那种嘛 那种也是很辛苦 因为可能我一早上就是可能我再早 譬如说10点钟我先吃早餐 然后可能两个小时后我要吃午餐 然后可能 我总不能在外面待那么久吗 可能我三四点我又吃另外一餐 其实我真的吃不了那么多东西 我告诉你就是 越胖的人吃的东西越少 真的 你看我们那么胖呢 我们就是很爱吃 就是我们看到那个食物我觉得 哇好想吃 然后我们会想什么都吃 可是呢 如果你有跟我吃过火锅的话 你就知道 哇 我就是浪费食物的第一名啊 我就是我很开心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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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吃了大概15分钟 我就停了 我完了 我已经完了 譬如 我已经真的吃饱了 我吃制作餐也是 我可能吃一点 哇很爽了 超大一点 然后我已经饱了六吃成 然后我再去吃另外一盘的时候 我已经 其实我已经可以停了 可是你知道越瘦的人 他们就是不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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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吃 可是他们就是不会胖 所以我吃了 真的真的真的 嗯好 气 气多了 所以呢 我现在就是开上影片我也不开那么多了 可能分开几次吧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就再分享这些食物给你们 偷偷跟你讲啊 这个我也吃不完 我只吃剩了一半 看看回家给我妈吃啊 这个也是啊 我只吃了一个 我就觉得很饱啊 哎 你们不要经常说我吃 吃很多 我不是这种对不对 他们都不了解我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这个是台湾YouTuber很喜欢讲的 订阅按赞分享 然后在底下留言给我哟 哎 如果是台湾的朋友 我好喜欢受到台湾的朋友哦 因为你是台湾的朋友 你记得要留言给我哟 因为我会很开心的哟 戏多了 怎么今天戏那么多呀 好了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